回到第3次,这次我们讲佛学 佛学,博士,我想先讲历史 唐朝时有个人,寫一篇文章 《奸严佛骨》 一寫完之后,给了一个 很闻名,吊死了潮州 立即吞冬孤 吞死了潮州 吞死了潮州时,《奸严余闻》 是啊,真厉害 《奸严佛骨》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唐朝是供奉佛祖的舍离子进去 在历史上是这样的 但当年到现在所有的坏鬼书身 他在某个环境时 他会找一件大的事 写文章一样 即韩语博出位 个个都是 个个都是 一个是通病 你看到历史上 他这么多事不说 不肯说 没人说他死的 这样他冻正皇帝死穴 所以他知道特意说 因为你说完之后 你说得不完整 他说得不完整 那刑罚骨有什么坏呢? 不认识又有什么坏呢? 变成你批判人就很容易 譬如我们现在批判个党 批判些贪官污吏 你只是会谈论、会唱就不行的 你要教练回去 你要这样做就怎样了 看我说特区政府 如果我做 我立即宣布什么 立即宣布什么 你要讲的 要给方法人家有破有立 因为对人不认识公道 哪里不认识谈人 那人应该认识谈 谈完你会唱 那你出来做 你这么聪明 是吧 我们在佛学是比较完整的 那刑罚骨言量自由 革刑法骨 他没有做错 但他不完整 那怎样做才对 我说杭太夫 你问问话转头 但在中国历来的文化历史 没有了美 你过了岸都没有美 故事也没有美 你很多东西都没有美 真是断构古文化的 因为中国文化没有逻辑 所以说是没有美 我们四四六六 拆掉他 那你不认识那四四六六 他不认识那四四六六 他不认识清楚 每个时代都不同 对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认识 所以大家在我们历史的洪流 是那个文化不完整的 所以变成你在一个不完整 这么多缺陷的社会生存 还有最重要是你那个 历代的政权 那些统治者 来处都是不干净的 由唐朝开始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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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侍郎,个个都有个班底,个个要欠卸位, 对不对,那你就仆街,个个争权夺你, 你一分装不云就打架,是这样简单,对不对, 就是你整个国家的行政和三权分立不清晰, 因为他一试权力,但他又没有领试权力是甚麽, 权力是power,power不一定是代表政治的权力, 很多,你家里有power,公司也有power, 宇宙中也有很多power,power是代表力量, 但现在你说到力量,有很多种力,对不对, 但中文大已经下落了,不能同演绎的,对不对, 没有你的法律,它本身有权力,有种力量在那里, 到你一分出来的司法,又在哪个情况呢, 是归以司法去拿这个power呢, 到现在你香港转转了, 好像我counsel的权力达在我法院, 我理判他说没罪,我扔你老母上诉, 弄到你老母要判有罪为止, 让我人大释法,你可不可以, 是吗,你就是说我们统治者中国下来怎样出事呢, 就是要统治阶层,你权力的来源怎样分配, 到今时今未能解决,那便可害怕, 真是害怕,因为你弄了一套23号出来, 叫人斗刀背脊,刀背脊文化互相举报, 大佬,怕不怕呢,你又怕不怕呢, 当然怕,怕不应该, 叫做惶恐中人, 是呀,如果你一个社会这么多人恐惧, 有权力的怕,没权力的更怕, 你这么怕的话,你怎样搞创新科技, 怎样在国际帮人竞争, 我放了十几二万进银行, 你问三代那样子又是怕, 未必拿到, 不,我放钱进银行,不是拿的, 你放现金,问他,他会云的, 你代十万元现金,就去放, 知道吗,这钱怎样来的, 是呀,那你便害怕了, 人家光顺你,你不靠吸纳存款做生意, 你都搞得你两个那么害怕, 我都不明白你怎样做国际金融中心特首超, 中联版,广告版,我们作为爱国爱港爱党的人士, 你只要放十万元现金去银行, 那你都要查三代,我给你一个新闻证, 你又怕我将新闻证是偽造的, 你再做一份证明, 证明我的新闻证是真的, 证明我的新闻证明书来到, 你又怀疑那张证明书是真的假的, 那怎样搞,是吧, 证明再证明我的新闻证明, 你现在玩那套游戏, 因为他来了那个大陆法, 你的大陆法和海洋法不同, 普通法是海洋法, 就是这样死的,香港, 就是这样死的, 还有帮柴仔, 张国昆和周弘顶之流些, 你不要不够班的, 你不要在, 你问他那样上个确打公司, 梁美芬那些, 那怎样不怕香港, 是吧, 博士说回那个什么, 佳人佛关, 佛关是否真是社理智, 在佛学的词典, 如果你证明是释迦牟尼佛的骨, 就叫社理智, 但有些和尚出街人叫和尚社理, 通常就不叫和尚社理, 只是加个高字上去, 叫高增社理, 但最重要呢, 这堆这样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呢? 跟耶稣的果施报差不多, 在宗教上感情的教徒, 是对抢人有价值的, 他提升他的信念, 他信了这件事, 他不是正信的佛教徒, 他是充满封建神秘维上色彩的教徒, 透过代理人去讲说话传道, 代理人所讲的话, 如果涉及宗教的话, 宗教是语言中的毒素, 譬如我为何不喜欢用宗教招牌去讲说话, 不喜欢用佛教的身份去讲说话呢? 因为将佛陀的学问变成了宗教, 宗教在我个人的观念中, 凡是涉及宗教的语言, 都是毒素来的, 你知道谁是赵学家讲的吗? 霍根斯坦, 宗教是语言的毒药来的, 因为他不肯清晰的, 要断股的, 你只是信的, 你无得測量住他, 他讲的就是了, 是吧? 你再问多两句, 便无得问的, 所以是不是变成是毒药呢? 宗教是语言的毒药, 虽然我讲粗口一百倍, 所以最近有些网友上次的节目, 有人贴出来说要求我讲粗口, 是吧? 我不讲粗口, 我不跟你讲宗教, 你们最终于被吸毒, 是吧? 好了, 你说你的佛骨, 第一, 在宗教徒来说, 佛教徒来说, 低层的教徒是有用的, 除了佛骨社, 你还有一些什么社里呢? 佛祖, 他这个就是他的尸, 经过火化之后, 留下的结晶体, 在印度的凡文, 也过来叫社里子, 除了这种社里子, 还有哪种社里子最珍贵, 比他更珍贵, 是那个发生的社里, 他这个是报生社里, 他这一世来做人, 那副肉体烧了, 剩下的社子, 那个是报生社里, 发生社里真是厉害, 就是他留下的经教, 他留下, 后来再翻译出来的文字的般若, 语言的般若, 是智慧, 是吗? 是的, 那种超智慧的教育, 以及他的指引, 佛陀的指引, 那种才正式的发生社里, 不过, 如果你放在世俗来说, 他们那些宗教度理人, 你不搞社里, 他就搞第二样出来, 一样是放到供奉, 搞神搞鬼的, 只不过, 如果你有社里址在那里, 那间庙更加有名, 中国不是那间庙有社里址摆的, 有社里址摆的那间庙是很有名的, 正式的, 不是假的那些, 在世界上, 如果你去到泰国皇帝庙, 泰国有间皇帝庙, 即是皇帝给钱起的, 是有我个人的典故写在那里, 即是说, 现在他有社里址摆的, 皇帝庙有佛祖社里在那里供奉的, 他就有个故事, 就是说, 世界上现在哪间庙有社里, 不过, 一个很特别的人, 就是郭绍明先生, 是以私人身份, 是藏有社里址的, 写在那里? 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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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告诉我, 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社里址的前楼, 在哪里,哪里有, 在我手上, 在我手上, 一会儿我贴上去的社里址的资讯, 当年是皇帝和总统和真王, 三条锁匙打开佛岩庙的社里址, 拿出来送给我的国家, 即是说, 李郭先生在苏联世界, 中国共产世界, 能够传播到佛法, 不可以用世间的金钱, 珠宝来奖励你, 唯有要他们总统, 民选皇帝, 真王, 同一时间打开佛岩庙的保险库, 打开那个社里址, 拿一粒社里址出来送给我, 因为既然我后期有了这个身份, 变成了他皇宫的成员, 威斯兰卡石南皇帝, 当年首有佛岩的人是做皇帝, 民选皇帝现在是掌管国家的财政, 变成我是佛岩庙的四里址的持有人, 变成去到石南, 我就可以接受大笨像开路的仪式, 政府不行, 现在你去到日王, 最近去见英国国王, 是有马车坐的, 政府不行的, 那是金马车, 那是皇家的, 全世界的皇家才能坐的, 等于我去到, 我有大笨像开路的, 我过马路, 对不对? 但我不讲这些个人的身份, 我皇室成员又怎样? 我最有现实的, 最有钱, 我太途都无所谓, 查博士也好, 鸭仔博士也好, 什么都无所谓, 最重要是有钱, 其他行完废话, 那些是犹太人精神, 没钱没命, 最重要是大家多多请台长和我们喝茶, 这个才是实际, 然后, 那些的骑士就去到贡美世, 再牵涉另一个深层次, 例如他现在有庙庙说他有写岌供奉, 你怎知那些骑士真还是假? 没有询书, 你搞错, 我那粒是有详书的, 正式石南民間皇帝佛岩廟皇宮簽出來給我的 登了報紙、電視台報道、香港報道 我又在香港大會堂展覽過7天 居水馬龍的多年 首次佛祖赤子在香港展覽 打蛇餅、幾圈在大會堂 我展覽了7天 我那張有證書 怎麽來,何時分佈哪裏 佛祖赤子有多少堆 就分了給十幾個印度的皇帝 大家原本打仗欠赤子 有些電影都拍過,欠赤子 因為是保密 當年我買了一億美金買保險 我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因為沒有價錢 你彈彈一彈 所以我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如果沒有證書怎樣分呢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分真假 是不是很冷門 你買幾圖才不會分 他講這麼多神秘的東西 我真的不懂的 你講一下這個 他真的不懂的 整個寫利子 你要提子嗎 杜拜王子變成提子 你寫利子就變成了什麼子 你不是論領獎 是不是 怎樣分呢 如果他說是四日子 你只要找一個廟的佛像 超過四百年香火 有些廟不止四百年香火 即是佛像供奉了 超過四百年一定 你把四日子放在那裡 他已經走到佛像上 嘩 這麼神奇 第一個 最容易的 第二個 告訴你分辨 你不敢試 因為它是金剛子 它很堅硬轉石 轉它 不是轉 你放石子在鐵枕上 你不能大鐵錘 你那個鐵錘凹了 它不會凹 即是底下鐵錘凹了 你的鐵錘凹了 但是沒有人敢做這件事 你有那個沒有問題 你明白嗎 所以它是金剛子 這麼硬正的 這麼厲害的 那就是一個 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 真是冷門的 分辨 在我們蘭卡 有些專門供佛的花 每年四季都開的 給你擺盆水 擺了那些花在周圍 只要你把鐵錘凹 用的容器 是因為碰到中間 所以那些花去供佛 那就是真的 好 還有一件 就是再比較神奇的 亦都是在世間出現過的 由那個沒有 延裝一粒的石子 它可以刪出來的 即是它每一粒在供奉的 黎帕爾 你看到有打對眼的 那個馬勞山 那個黎帕爾那個國家的標誌 有個大的佛塔在那裡 沙陰波 那個頂上面 就是佛祖四季在那裡 就是這個 沙陰波 在那裡 是嗎 是嗎 這隻眼 是呀 是眼 對頂上有佛祖四季 即是最尖上的 最尖上的佛祖四季 好 它這個名姓文名世界 它又是有再生子 它去到某一個時間 它有三宅小粒的射尼 它是跌出來的 那些和尚那些喇嘛 就撿起它 就要來 贈送給那些權盛的教徒 這個沙陰波這間廟 就是加媽巴做主持的 很文名的 來拍攝這個白廟 那時候就是沙陰波在那裡主持 現在沙陰波死了 死了 是法子之一 是黎帕爾的聖地 來的了 山坡非常文名 它就有一個射尼子在那裡 供奉 但它再生子 但為何會生出來 這個又有另一類問題 現在有些植物都可以再生出來 暴力子都可以再生 你有種子在那裡就再生 但那個是死物來的 它就要有盆特別移軌收法 收到變成可以再生 好 當年我其中一個龜醫師傅 現在沙田法狀子 沙田孝道 起廟之後 我另外一個師傅 就見我龜醫師傅 我龜醫師傅就問我龜醫師傅 上河下稱的法師 你廣東人 我那個龜醫師是暫光人 我這個全法師就問他 廣東人能夠開山 建廟 建廟 起魄都很大 你明白嗎 也不容易 你建完之後 你有甚麼招來述 那間廟 我龜醫師傅 抹爛大個口 那間廟有香火 因為主持有功夫 不管你搞神搞鬼好 總之有人說這間廟是靈的 我小朋友病 無法治療到和尚摸摸摸頭也好 因為你那裏有一些特別靈驗的性脈 黃大師應該有一支籤在那裏 車公廟有個風車 他問我師傅 你發狀子將來有甚麼 甚麼都沒有 站在那裏 人家來之後要再來 人家來之後再來 好了 所以後期我全法師 既然大家有緣分 我 一個師傅說他在這個山坡 請了一顆再生紙回來 不是延伸的卸紙 就是黎柏爾塔頂的真卸紙 再生紙出來 他請了一顆 於是我傳法師過 我傳法之後 幾間說 我夾一個儀館 你開始收 收到將來 你那個卸尼塔 再有塞真紙出來 你這間廟就有號召力了 你明白嗎 因為你有社子生出來 那變成教徒就宣傳出去 有佛祖社子請到這裏 你這間廟就很有號召力 當年有一段隕事在這裏 另外會對人有甚麼影響呢 對教徒很大影響 因為為甚麼呢 它正式社利子有一種很特別的功能 有兩種功能 如果你真的見到真生佛祖的社利子 你可以求菩提心界 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見到真生社利子 你不是佛教徒 你可以求一件事 這些你自己拿著意 求甚麼 那你能夠在世界上 有機會見到真生正式佛祖的社利子的話 你和佛祖的緣份都很深厚 所以應該要多些羞恥 Иaal為 PI 如果我是 который第一位私人 身邊擁有 friends 以我的傳承 說這個人可以有緣份 有這麼大的福報 讓我可以有使用人 变成影响到我去开弹作法 例如大家做师兄弟,你的作法有70分 达到我去作法,我作得比你的 但变成我会有90分 那灵验的力,因为有四厘子加持 即是那个福报的力,才变成力量有用 例如你求人祝福你,求李嘉诚祝福你又有效 弄罚事给你做,弄张标给你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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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于你在宗教这个层面,有很多分别 是这麽简单,人世间有数算得到 他有没有资格向你祝福呢? 嗯 等于现在我的学生有时,我拿一双筷子 最近,我谈自己请回来 我20元人仔都不用 我贴出去,底价1000元 美国有个学生,彭一声就变了3800元,投了 我投两个小时而已,七点钟摆出去,九点钟折标 尤其出3800元,但我写明的,我不是要来做善事 我只不过这对筷子,我帮人结缘 我去谈一张纸,我请那些筷子回来 希望你投到的人,长甲长有 我祝福加持过的,有这个愿力在这里 即是我的心愿 有人出3800元,竟然很赚 有些人卖10对,很厉害 是吧?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葡萄心戒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 葡萄心每个人都有 人的伐性就是葡萄心 但你怎样保护到那些葡萄心 不要被人污染呢? 那个戒就是围场 即是你求到那个墙,保住你 如果你无端端 陈佳人走过,你是我天仙的女人来 或者走一件事叫你做,签个名 或者拿袋子去泰国 或者去哪个地方 有500万美金给你 那你就带领路 是吧? 是 那个戒就是一个保护场 即是一个保护网 有些在世族人的大的冲击 不要招惹到埋身 因为从介绍你都知道 有时是无妄之灾 直接是无妄之灾 直接是无妄之灾 一整个倒茶三年 无论端端不捡三千万 还要好好的人给你面子 我现在收拾你一单算 其他人看不到 即是可以随时发作其他 是的 真是大领路 当自己有 收拾你几千万 五、六千万 一间公司 你都能不能找到 他一散 我不要吵 这些全部你找回来 不是在你自己私人多 也不出来 限万多在阿爺里面 做生意找出来 我们完全不用生气 也不应该生气 因为他已经没有挫你另一样东西 你一定是有文件 有事被捉到 一定有人不给口供 对不对 所以很搞笑 所以你讲摄子 人世间讲一个故事 结束今天讲佛学 这个故事是什么叫蒲提心界 这个故事 每个人都有 为何每个人都有呢 有些人不说我信耶稣教 信印度教 信阿拉教 信佛教 信道教 都是我天堂去的 有没有天堂 那个就不是宗教 你认不认同这些东西 一定有个天堂 他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 特别是死了之后 不理你是哪个天堂 起码个人都有避难所给你 有些七十二个处女 不,那个是天堂 那个是欲戒天 好了,有朝一日 有些没有信宗教的人 落领了地狱审判 地狱就要选择人去投胎 你审判他 有些他无心之过 或者全心作恶 你很难分他有心 即是无心作恶的动机 好了,他的审判 等于大家看那个行劇 有套叫做《与神同行》 那裡大家有看 有空看 就讲我因果报应 我讲这个比较简单些 那些审判怎样呢 大家分开了有一间小房 就由判官下面的马仔 跟你吃一顿饭 吃完一顿饭出来 才订你摸不摸地狱 或者再轮回投胎 那就个有个人进去 一日到去 哇,很漂亮的菜楼 有饭在这里 哇,大量力量 那对筷子是三尺长 三尺长 拿上手已经很重了 你很难单手打开一只三尺的十目筷子 去夹到菜 除非你真的练过内功 即是那三只长筷子 你拿起它 夹起菜 你拿到中央那么长 你就堆不了口 你拿到短 头那边很重 你就夹不起那块菜 搞来搞去 一个钟头 他吃不如我参法 即是夹来夹去 就走了 唯一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因为他旺旺旺旺 被人碰 他做错了很多事 天生又蠢 就整天偷了些东西 见别人可怜 偷了别人的东西 都是给别人的 他自小是这样的 这么古怪的行为 经常被父母打的 臭小子 你真是犯法 你自己偷回家 也无所谓 他说不是 你偷了别人 不是拿回家 所以他回到警察 被警察叔叔警戒 后 父母担保 回来再打多了 是吧 到他死了 哇 这么多罪行 拿去 他有份 吃饭 他夹给那道菜 他对不了口 除非他夹给他 他就递给对方 哦 那就搞了 被对方 迫着要搞一团东西 给他吃 那大家吃到 就是大家吃到 这个世界人生很简单 你懂得和人分享真的共赢的话 你一定赢 但可惜今时今日 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共赢是自己赢了 是共产党赢了,是宿舍, 为何我回来你倒投资, 无端端你搞我赌辈的文化, 我命都无, 再搞我倒茶三十年, 香港还不走吗, 不走的投资者都恨够了, 我不可以有钱, 是吧, 你们很得适合共产党, 因为他说了给你听, 你看他们现在开会, 三宗全会看背景, 一把年刀,一个锤子, 打你这个笔子, 割你这笔子就不够长得, 是否很得逊庆, 所以他不能改那套笔子, 我不是叫他改, 他怎不改呢, 白色不得其, 现在我们完全不明白, 他很得适合用的, 我喜欢打谁就行, 锤子有个法子在那里, 是吧, 把年刀呢, 是吧, 割韭菜的, 是吧, 很用的, 左手拿年刀, 右手拿锤子, 你不肯让我割韭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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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的, 哇, 你不肯让我割韭菜的, 真是很深奥的, 他的表法, 是吧, 广旗的, 是吧, 广旗的, 不是说笑, 我在北京说过, 他们都笑, 我说你改改他, 这套东西落后, 打江山用, 你不肯让我割韭菜的, 现在没有用这些, 怎么有人改了, 是我说而已, 没有人敢说这些, 今时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国家, 未想到, 什么叫, 私比受有福, 他就是一个很昂躬的人, 天生, 你不肯让他偷人物给人, 走去犯法, 天性是这样的, 谁不知他这样, 不肯让他下地獄, 今天是结束的故事, 另外要通知大家的网友听到, 我有点问题, 就是关于地盘, 以前有些人给我弄下水道的水喉管, 有些人做错了, 如果有网友是专家的, 有牌的, 有做过建筑地盘, 这些关于水电工程的, 跟我话题给小姐听, 我的问题是请教他, 帮帮忙, 因为我都有那些专业人士, 但我知道我不肯信人, 我要问真理, 信一个人, 多拿一些知识, 是吧? 好, 大家应该有的了, 博士的听众非常广泛, 这个故事很大计划, 很大计划, 听到都上心, 要记住这件事, 即是可以帮到别人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计较, 我们下星期再见吧, 你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 别人帮你, 你便通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 , 通过QR Code或者我们的HIPP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个课金系统 它是可以直接支持这个信用卡付款去课金支持我们的节目制作的 我们预设的金额是110元大家可以透过增加或减少数量去控制课金的金额 设定完金额之后只需要打入email和商用卡资料就可以直接课金 接下来我就显示一下用手机Scan QR Code的做法 操作方法和使用方式都是大同小异大家可以拆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